台湾的房市真的太火热了 因为全台第一季预售物的总销金额出炉了 居然突破了5000亿元 创下了历史新高之外 还比去年同期狂增了一倍以上 其中最惊人的地方就在高雄 这边的交易量跟金额扯涨多达了两倍 专家分析这是因为台湾经济成长力道很强 再加上股市创高都让买气持续推升 走进门一眼望去就能看到小客厅 旁边就是床 浴室还有小型的流理台 包含公设不到12坪的小套房 可说是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像这样的预售屋早就已经被抢购一空 那我们一周放进来的客人大概会超过30组以上 那成交得户数的话呢 如果你说跟去年同期来比的话 其实也有很明显的成长 有多火热不止来客树暴增 大多都是看完就马上下定 以这个建案来说 从原本20到30组才会成交一组 但从去年第四季开始明显提升50% 大概10到15组就能成交一组 预售屋也会看 手期比较低吧 对啊 但是还是会多加比较 然后看他机能在哪里 因为他要结婚 他结婚然后看他跟他男朋友一起 未来老公一起共同持有这样子 然后去预售屋 因为可能比较负担了起啊 台湾房市迎来时尚最猛行情 2024年全台预售市场 第一季卖出3.06万户 总销量超过5000亿大关 创下历史新高 增幅高达124% 其中六都中又以高雄最火烫 今年第一季交易量年成长将近两倍 总销金额创下五百六十六点一亿天价 因为受到台积电设厂的利多呢 近期的一个房价明显补涨 所以呢再加上重化区呢 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个推案呢 都是属于总价大概在一千万上下 价格上面也是属于他们所能力 可以负担的这个贷款额度 预售物市场暴冲 最主要还是因为国内经济复苏明显 都让全台买气持续加温 敦谈新闻沈玉腾王一平台北报道